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个话说的很有含义 意思是你们正规军我们就是这个山大王吧 我们是正规军 教育我们是正规军 做土地投资您是正规军 来来来 亲爱的小伙伴们让我们酝酿好感情 我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张鹏老师 土地投资实战班第一期的接应仪式 如果大家喜爱我们高大英俊帅气的又有内涵的张鹏老师的话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的在我们的 chat 里边 现在对老师说一声谢谢 刷一排 谢谢老师 辛苦了 谢谢老师 这个时候应该有焰火 有鲜花 应该有巧克力 有蛋糕 有眼泪 这个时候应该是这样 Mara 我查你一句话 凯文你把我的权限去了 因为上一次我不小心关了 结果那个截止了 所以你把我权限给取消了 对 凯文你怎么可以这样把老师取消了 这个不对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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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堂课是凯文没把权限取消 结果我点错了 然后课程结束了 对 那个谁开完 你不能把老师设成host 那个他要是cohost才行 好的 今天大伙一个不能少 我们今天要给我们张鹏老师真心的感谢一下 那首先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够真心的跟老师说一声 老师您辛苦了 逃离满天下 永远谢时恩 你看咱这都是有道路的 真的 张鹏老师 您呐 咱是赚了很多钱 咱自己在专业领域里边也特别的牛叉 但是咱第一把当老师是不是感觉特别棒 所以我们要求让我们的张鹏老师 要给大家讲讲话 所以我们首先是老师致辞 然后班长致辞 班长准备好了吗 所有的班长酝酿好感情 然后校长会给大家这个致辞 另外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讲座等等 感谢张鹏老师细心教导学员的努力付出 老师辛苦了 学员们太棒了 那我们首先要么张鹏老师您是现在讲的 还是您留到最后有亚洲讲的 看您来讲 我想还是要欢迎张鹏老师讲 我们来呱唧一下行吗 咱在这个chat里边怎么能呱唧 我看看我找找鼓掌的 不用了不用了 没事 没事 这个讲过年话 这就很容易的 那个也是也感谢这些 其实我觉得讲半年话到最后 还是讲维德拉学院 先讲讲吧 世俗谁也避免不了 也感谢维德拉学院 给我们经理职业这次机会 能有大概一个半月时间吧 然后能让我们也是 就是从这个多一点曝光的时间 然后也多多让大家能了解通过我 能了解我们公司 也了解我们整个公司的运营 也是感谢维德拉学院 在这次这个辛辛苦 我也是六堂课 再加前面三堂课 这都只要九堂课时间 然后那个也感谢这个开问 这个这个后面这个运营团队 也是每次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我讲话 反正你都坐在听着 你这个这个也真不好意思 因为一旦没准备好我说话也接吧 然后呢也也感谢这个 马尔亚这个后期的这个 这个这个群的管理团队 真的太专业了 这个在这个这个电子商业运营上面 我觉得马尔马尔团队是我见过 里面是真的这是真是最敬业 最运营是最敬业 而且团队是真的让我觉得就是说 你这团队到底给钱没给钱 你的团队能不能并到我们公司 太敬业了 是晚上六点多以后还在基因私社呢 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马尔亚真的教了一帮好的学生 跟一帮很好的一个team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事论事来讲 我是很佩服马尔亚老师 然后马尔亚校长 然后呢我觉得马尔亚本身肯定是 这个人本身也是很正直很很诚恳的 要不是不会有这一批年轻人能围绕着这个 马尔亚这个这个啥 马尔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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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明领导下面 这半年话够不够不够的孩子在说半个小时 张鹏老师我最想听到的一句话 其实是我们的下一期什么时候开课 这个我觉得就是说你知道这个 但是在冬季还是明年春暖花开 洋车二月让我们来继续听我们 张鹏老师讲课大伙说对不对是吧 这个这是我最想听到的啊 因为我们张鹏老师要是有下一期这个直播课的话 我们就又可以和张鹏老师直播间当中去见面 这个所以呢其实我特别啊 我下周呢我过一会就会跟蓝姐约时间 下周呢我得认认真真的去拜访张鹏老师啊 到我们这个ViroDeal小楼去啊 这个把张鹏老师呢 这个因为这次真的是太成功 大家合作非常的愉快 而且学员评价非常的高 所以呢这个对张鹏老师今天是拿口供的 这个是 其实其实我觉得马上在聊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是你给我画了坑 还是我给你画了坑 我觉得你要是下周不来 你都给同学交代不了 但你下周要来了 我也觉得你说下周在哪见面也很尴尬是吧 那下周我来温哥华你说就咋办 哎呀行了那咱就温哥华见吧 你画了坑你就跳下去吧 咱就温哥华见吧 为了您非到温哥华 没问题没问题 这个不过张鹏老师真的 这个校长特别特别的 这个真诚的啊 恳请您看看下一期啊 我们是过了圣诞呢 还是说咱这个就是一月份啊 二月份啊 什么时候您时间会稍微空一点啊 这个大约在冬季 还是大约在春季啊 这个给大家再来一期课 真的真的讲的好 因为您第一次讲就讲的这么棒 第二期会炉火纯青 介入嘉静会越讲越好 所以我们的第一期学员们 都可以跟着有福了 大家要表态啊 张鹏老师如果开心班 如果您一定会帮忙推荐朋友来听 我们刷一个吧好吗 给张鹏老师看到 敲一个吧敲一个吧 张鹏老师 您要再开心班的话 我肯定推荐人 我肯定推荐人来 哇哇哇 我去把张鹏老师继续领着我们 我们就可以再免费重听了啊 张鹏老师你看大伙都刷吧了 这没办法了 盛情难却 您也是性情中人 所以呢下雨期咱这个明年一月份开呗 您说呢让您过个圣诞 咱一月份开始开土地投资课 好吗张鹏老师 好吧我们慢慢的聊这个事吧 事吧好了啊 安排上安排上 这得安排上 安排上 立刻安排上 如果一顿酒不行 咱就来两顿 对吧就这么简单 没有呢 解决不了的事 对吧 好的 这个感谢啊 感谢张鹏老师刚才给我们带来了 这个很实在啊 这个这是超出我的想象啊 原来感觉张鹏老师呢 是那种青年有成啊 就是说少年就有成 而且呢 无论是他是CA 然后还是说呢 他是我们的金鹏啊 这个金顶之业公司的老板 都觉得可能会架子比较大 没有想到呢 这么平易近人 而且也没有想到呢 真的是毫无保留的分享 所以呢 这也是校长呢 为什么一般正式开课以后 我就不进直播间了 但我呢 这个只要 这个可以就一定要进来 因为我觉得要对张鹏老师啊 表示尊重 而且表示感谢 好吗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我们的学员是怎么讲的呢 那请我们的班长 这个欢迎班长致辞 我看到了我们的丹利班长在 然后我们的这个 赞姆班长在 这个张鹏老师 我们要求再开课 我们再报名 Tracy Ronnie 这个来 我们的四位班长 从哪开始 从丹利开始吧 从文歌华开始 先从我们美女丹利开始 我们欢迎丹利 来讲一下感受 好吗 这个咱不遗余力的 这个不要担心张鹏老师脸 脸红 你把所有的过年话 咱都说出来 啊同学们 好 谢谢丹利 我们的美女丹利 来 丹利在哪呢 快乐 好 美女丹利 老师这个 就是说毫无保留的 跟我们分享 他的这个经验 这是在有时候 就是你在外面 上一些课是买不到的 很多的这种经验 他都非常 人非常豪爽 就是也是很实在的 可以看出来 很喜欢他的这个性格 还有讲课的这种方式 我们这个温哥华的小伙伴 和我呢 都是期待您的到来 我们26号中午 在这个小酒馆餐厅见 好吧 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同时说了 更感谢你们温哥华人 太热情 太热情 好 那我就先这些吧 其他班长 再说一下 这小酒馆都订好了 张佛老师多幸福 你看 对吧 当一个老师太光荣了 这个 谢谢谢谢 那我们那个 Sam班长在吗 我们温哥华的Sam班长 Sam班长在不在 咱这个 最好露个脸啊 Sam班长 我们丹利 这么美丽的丹利 居然不露脸 这怎么可以 Ronnie大姐在 我看到了 Ronnie大姐 Ronnie大姐 代表我们嘉东的学员 发表新生 你看人家嘉西 二话不说 感情深 先在酒馆见了再说 全在酒里了 张佛老师做好准备 带个保镖 温哥华拼酒是很厉害的 这个 您这句话说完 是中间有故事吗 有什么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个 这个门儿要 话中都带故事的 我觉得 只要听温哥华 必须有故事 温哥华 马人家校长要来 我们就更热闹了 没有马人家校长 我们这个酒就不成喜 门上一去都该老酒馆 老酒馆 那绝对的 有美女 有美酒 这就是温哥华 真的 这个校长 这个对温哥华永远 都是最美好的第二故乡 所以张鹏老师 替我多喝几杯 我明年 我明年二月份 我会过去 因为我们张鹏老师 我们温哥华 现在是在Richmond 是在质地广场 当我们明年 12月1号 我们搬到黄金广场 然后我们也 在温哥华 相当于就是 这个有了自己的校区 要小小的分享一下习讯 这个大力可能还不知道 我们在黄金广场 有一个 有一个unit 我们那个 刚刚啊 阎磊校长 我们就 这个相当于买下来 作为我们的校区 所以终于啊 有了我们自己的校区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习讯 太好了 太好了 那个张鹏老师 我让阎磊校长 那个 我会拉个群 请他 一定要请您 这个吃饭 好吧 您在多伦多呢 忙着要命 到那呢 您反倒呢 作为客人 反倒我觉得 您会 可能会有时间 这个 还要请您吃饭 您就想 谢谢 你想吃啥 黄帝线 还是龙虾 还是啥 你想吃啥 咱就吃啥 好吧 代表我 必须去吃这顿饭 我已经跟他说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好啊 你当老师 太光荣 来 饶你大姐 你看人家 加息都表示了 饭也吃了 你说咋办呢 咋 那校长 那这样呗 我们也跟 我们请 我们 张鹏老师 我们一起聚一下呗 好的 好的 这个 这我同意 这个 这顿饭必须吃了 你看张鹏老师 咋办呢 那温哥华人家吃 这个吃上了 那咱这也得吃啊 这个我看看 你哪天回来吧 这是真的 这我真是真的 多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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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 我们都在 天天又在 哪天回来 咱就把 解日不如状日 咱把日子定了 事办了 这事就落定了 这婚就结了 你说咋办 对吧 不用不用 我觉得就 有时间 大家来公司坐坐 喝茶 你哪一天回来吧 您说吧 您跟我讲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明天问一下 我温哥华行程 我都没看 那个 是那个 公司那边 有同事帮我定的 所以我只知道 就是我 可能好像就下周 要去趟温哥华 到时候回来 我再 我给你看 应该就是 下周一就回来 不会去那么 去那久 应该就是一个周末 对 那你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呢 您是 相当于下周几走 不知道 对吧 下周几走 应该是 应该是周日 或周一回来 可能就是 下下周二以后 肯定还是在周日 因为一般 应该是下下周吧 如果是26号 下下周是吧 对 下下周 下周 对 我们在群里 在我们小组群里 在跟大家愿意 是火锅 张光老师 张光老师 11月18号 您行吗 您别倒催我们 我行 我没事 我没事 我再端端 我就无所谓了 那说好了 那就真的下周四 我们一定要抢 对 对 你大姐说 我一定要抢 我替掉 让你大姐这样 我们要抢在 温哥华之前 把饭吃了 下周四对吧 下周四是吧 对 凯文 您怎么样 把你朋友带来呗 是这样子 不是 我们在那个 加东群里面 定一下吧 让你大姐 人数啊 什么都统计一下 好嘞 您要下周四来吃饭 我就简单了 我就这个什么 直接下周四 咱就这个 把心意表达一下 对吧 咱这个该怎么喝 怎么喝呗 那就说好了 11月18号周四 凯文几点呢 你下班 五点半 你过来 张光老师 五点半行吗 无所 你把您听好 5点呗 你们5点就直接去 老酒门卖 应该是 应该不算 因为我们在 让你大姐 你知道我们在哪 你来过吗 大姐 对 那样的 我和凯文 我们在定个时间地点 然后定 具体 地址什么的 然后跟他 跟我们小伙伴 对 然后凯文 你那个什么 你那个 凯文 你把地址 发给那个什么 大姐 好吧 然后去定 看看多少人 定个大单间 行吗 行了 哎呀 太好了 东天和火锅 是绝配啊 OK 我就不分享了 因为我觉得 我们单地 班长的那个 说得这么好 但是我还是想 感谢一下 我觉得 真是要感谢 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保持 张光老师 这么好的课程 带给我 然后呢 感谢校长 这么激情 给我们 每次介绍这个课程 我们都非常高兴 还有呢 要感谢 凯文 凯文 凯文真是 非常尽子尽久 无论时间是周日 还是晚上 公开课 还是课上 都跟着我们一起学习 然后 微不至的为我们服务 很快的就把这个录像 就发上来 然后我们大家还要回顾 我觉得 首先感谢学校啊 这么欣欣付出 我觉得 张光老师 说得特别好 就是维多利亚 能把这么多 爱教育的人 吸收在一起 他一定有一定的魅力 他才把这么多好的人 都吸收在一起 这一点呢 将来还要希望 能够提供维多利亚 那个马瑞尔校长 跟我们好好分享 是怎么做的 尤其是我们 像我们是做体验的 然后跟你好好学习 然后把什么带团队 这是一个 最最主要 还要感谢张光老师 我觉得张光老师 特别特别的平静近人 虽然有年轻友 也还有这么大的企业 然后呢 他能把他的 知道的很多这些知识 能够毫无保留的分享给我们 他实际上每一次都想着 怎么能让我们受益 因为他的知识面很宽 他从他的财务背景 他的投资背景 他的这个建筑背景 有这么多知识 然后他把他的这些 很多的这些知识 融会贯通的给我们讲 白哥不说线 讲了很多好 很多好的案例 我觉得就特别特别受益 我们消毒讨论的时候 也有很多收获 我们大家就说 就哪怕我们用一小块 就用一个点 张光老师讲的每一个点 用的一小点 那我们的学费 已经赚回了多少倍 我们这点呢 我们特别感觉张光老师 我也不是很会说 我觉得就是我们小组呢 就是 崔西做了很多很多工作 小组的筹备啊 组织啊等等 那也请崔西 代表我们 我们那个家中组吧 做一下分享 好 谢谢崔西的先进复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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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 Roney讲完以后 我都觉得这个 这个问心 也算无愧 也算有愧 因为问心无愧 是我之前 答应马瑞亚了 说那个 那个啥 那个 不是答应马瑞亚了 是 马瑞亚 不知道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怎么讲了 就是说这个 眼高手地习惯了 你知道吗 就是对于我们这些年轻人 从来看不上就觉得 然后你知道 当第一档课的时候 马瑞亚一直在以为 我们能不能把这档课给讲了 后来我就跟马瑞亚说 就讲的东西 对我们来讲 对于很简单 要特好担心 反正我就跟他说 我说应该反正 只能说就是 让大家不需此行吧 但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知道大家交学费嘛 就是还是我在上课的时候 说大家交学费了 也不能让大家把这个钱 给 给 给糟蹋掉吧 当然问题是我一直担心说 我这讲的东西到底 是你们是听过还是没听过 是听懂还是没听懂 所以 就有点不好 就是这个线上教育 因为 如果线下的话 我根据大家这个面容 或者表情 我就可以 能知道 讲了深 或者讲了不深 当然问题 这个谁也看不到 然后我全靠猜 所以也就是说 overall来讲吧 就是还是把很多东西都浓缩到 浓缩到很 很 很 一句话 或者几个小段子里面了 所以也就是说跟那个 那个Ranny刚才说那个 是Bonnie还是Ronnie Ronnie是吧 Ronnie大姐 Ronnie大姐 一样就是说 其实 overall来讲 就是每一个故事 或者每一个细节来讲 都算是我们一些 花钱买经验吧 就是大家来讲 你说咱就靠着课堂上 咱能把东西全学会 我就一点是不相信 当然问题是 就是但凡有一点 咱能抓得住的 然后那个 在做的时候能规避的 或者说人家 人家来忽悠咱 咱一眼把人看穿了 那我觉得咱这几堂课 这个时间就没办法 太好了 太好了 哇 这个Ronnie大姐 说出了大家的心声 真的是这样 我们张鹏老师 年轻有为 然后为人又这么谦虚低调 真的是太棒了 好啊 好啊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看一下我们Tracy Tracy在吧 我看Tracy在 这个 我在 对太好了 前面这个 这个张鹏老师 校长 还有这个Ronnie大姐 这个温西的小伙伴 丹丽都已经把 大家的心声都说出来了 我觉得我在这 也就不 不这个添油加醋了 我就是想说一点 我觉得说 咱们都相聚在这里 其实是非常不容易 在现在这样子一个 这个疫情的情况下 那么张鹏老师也讲了 我们在线上的这种方式 可能呢 大家的这种交流和互动 其实不如在线下好 所以我觉得说 咱们所有的老师 小伙伴 这个只是一个 这个课程 只是一个开始 我觉得大家不管是在加东 还是在加西 咱们后面还得继续聚起来 有机会再多交流 包括说去这个张鹏老师的 那个公司那边 我们还可以有具体的一些问题 还可以咨询 我觉得张鹏老师特别好 他特别open 什么样的问题 他都很愿意跟你讲 跟大家讲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资源 抓紧了 所以我们以后 这个虽然说课程是结束了 但是我觉得咱们不散场 以后我们还是 包括我觉得我们很多小伙伴 其实也是非常有经验的 在各行各业 或者在各个领域 这其实真的都是一种 特别好的一种 人脉的资源 那咱们都大家要 把这个用起来 以后能够说不定 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谢谢 谢谢这个所有的小伙伴 谢谢老师 谢谢校长 谢谢Kevin 哇 谢谢啊 谢谢Tracy 谢谢 这个班长都特别有水平 这个张鹏老师 您发现没有 这个 所以 所以 哎呀 很厉害 张鹏老师能够把我们 这么多厉害的班长 都让大家这么真心的 这个感谢 真的太好了 哇 天哪 这个 你看我们所有的学员都在讲 小酒馆 然后这个什么 太棒了 太棒了 好的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看看我们还有哪一位同学 这个愿意 再表达一下 按那不注意 要表达一下感心 感谢之情 我看大伙已经在这里边 说出来了 好的 那最后呢 这个校长呢 就简单的说两句啊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特别的感动 感动什么呢 就是感动大家呢 能够对我们的这个课程这么认可 对维多利亚教育团这么认可啊 这个是感动 那维多利亚呢 实际上我自己重新定位了 2022年开始 我们的slogan啊 我们的slogan呢 实际上呢 这个就是重新啊 定位了一下 是打造北美呢 这个最实用的 就真正的是最实用的 这种叫做终身教育的 这个学习平台 希望呢 大家呢 这个能够一路伴随大家成长 第一要实用 然后第二呢 是终身 大家任何时候有任何需要 维多利亚都在这里 然后第三呢 希望大伙用最简单的 最轻松的方式 能够呢 这个学会我们需要的知识 所以这么多年呢 我自己叫做傻傻的坚持啊 这个简单的相信 坚定的相信 就是维多利亚这个平台 是可以帮到我们的学员啊 另外一点呢 也把我们明年的 这个维多利亚新的啊 这个我们的叫Mention啊 这个送给大家 就是我们的 也是slogan啊 就是一个人呢 这个如果歇怀梦想 任何时候开始学习 都不管 鼓励一下大家 实际上我自己呢 这个感觉 张鹏老师 他最后讲了几句话 在讲课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有感受 他说我们这辈子 都应该自己建一套房子啊 我们这辈子呢 都应该参与 做一些土地投资 我也是呢 这个觉得张鹏老师 实际上是特有情怀的 年轻的一代 应该这样来讲啊 因为实际上呢 我一直用一句话 鼓励我自己 我也把这句话 送给我们今天直播间的 所有的 歇怀梦想的 热情的 激情的小伙伴们 那就是说呢 这个每一个时代 赋予每一个人 不同的使命 让我们用自己的方式 来进行借他 所以呢 你会发现 不管我们的年纪 有多大 不管我们的背景 有不同 然后当然 我们的经历也不一样 但是呢 在过去的 不管我们过去经历什么 叫不念过去 然后另外呢 叫做不赢未来 未来怎样 咱不去想 但是呢 叫做当下不杂 我们当下 把我们自己当下的事情做好 那就是 每个人在当下 都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那我们应该呢 用自己的方式来解答 我为什么开这么多地产投资课啊 尤其张鹏老师这边 又讲的这么好 就是希望带领我们广大的学员 我们华裔同胞 能够支付 我们只有拥有更多的财富 我们在一国他乡 我们才会更有发言权 我们才会更好的能够代表华人的形象 校长说的特别实在啊 所以我从来都不愤情 我从来都不抱怨 我认为呢 这个所有的抱怨的时间 用来学习 然后让自己不断的成长 让我们拥有更多的财富和地位 这才是呢 每一个人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好吗 所以这是校长最后呢 送给大家的这个几句话 那我们感谢大家 那咱到了最后的时刻了 天哪 可不可以啊 这个大家看看 愿不愿意啊 大家打开我们的 这个打开我们的视频 你看校长都化好妆了啊 打开我们的视频 然后看看呢 我们有什么方式 哇 Rony大姐 对 然后看看我们Kevin打开视频 我们的张宝老师打开视频 张宝老师 看一下视频 我们拍一张毕业照好吗 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内部发情啊 我们内部发情 你看我们Rony大姐 第一个就带领大家啊 这个看看看看那个 Ivan啊 Ivan怎么样能够把大家这个放出来 Ivan 看看啊 Ivan怎么样能够把大家放出来 就是我记得是可以最多 24张脸是吧 大家只要开摄像头就行了 大家只要开摄像头 都有权限 能怎么样那个什么 都有权限 只要开摄像头就好 只要开摄像头 它就会显示出来 它会自动调整比例的 对对对对 Ivan你能你能所有的出来吗 Ivan 我现在都能看到 我现在都能看到 只要大家出来 我会截个屏的 马上就 Ivan 你能帮我打开 我看一下 可以给他看 这个 凯文永远说 快去 快去 把那个鸡芒 给咱来拍 怎么样能 打成这个24格 24宫格 然后我们拍一张照片 然后我也希望大家 能够过一会儿 开音频说一声感谢 我们因为不想 占用张鹏老师太多时间 大家可以留下来 听我们凯文 介绍后续的精彩课程 但是我们约好下周四 我就去艳遇吃也不错 因为我今晚这首歌 就叫艳遇 我今晚这首歌 过一会儿送给张鹏老师 每次你来到我的身边 我都知道我不能拒绝你 我都知道 会有一些美妙的事情会发生 这句话 送给我们张鹏老师 好吗 这是一首情歌 但是呢 叫她感情 全世界都是统一的 吓人了 这是一首情歌 我用美颜牌 姑娘们 我用美颜牌 Cindy Cindy在这 当地怎么能 都没有 没有这个 开摄像头 当地 给大伙啊 我們丹麗可那可真是這個鑽石這個什麼鑽石美女 所以大家這個什麼合適的年輕小夥子 可勁兒追我們這個丹麗快快給我們露一下臉 丹麗來露臉來 鑽石啊 這個張浦老師你那邊還有這種年輕有為的 像您這樣的又有錢又有財的 給我們多介紹幾個來啊 校長堅持當紅娘 來凱文快 來咱怎麼樣喊個一二三 咱做個什麼表情 耶還是怎麼樣還是比心 用耶 一二三比心吧 好來 咱那個什麼想耶就耶 想那個什麼想比心就比心 咱來一二三 耶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我們那個咱最後最後啊 感謝感謝啊 對啊你看這首歌啊 待會兒 最後我今天結尾音樂 就是這首歌送給張浦老師 好吧 每次你當你來到我身邊 我就知道會有一些美妙的事情會發生 哇哦 這是現在最流行的一首情歌 張浦老師 我每天跳舞 每天跳一聽這首歌 好啊 太好了太好了 咱開一下耳麥 在張浦老師離開之前 咱開一下耳麥 我們所有人集體喊一句 這個 謝謝張浦老師好嗎 來咱一二三 對 我這個 我說謝謝 這個 然後大伙喊張浦老師 好吧 叫中國老百姓接耳真高興啊 來咱這樣 來咱這樣來做 來 謝謝 張浦老師 謝謝張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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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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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支持 張浦老師一直說看見臉 張浦看見臉了 張浦老師特別遺憾 你說在現場這麼多美女 對吧 那張浦老師肯定講的比現在好十倍 你知道嗎 所以盼著現象 好嗎 我永遠把美女放在第一排 跟老師坐在一塊 太棒了 太棒了 好的好的 這個你看啊 咱其實剩的同學也不多 咱就每個人簡單打個招呼 做個自我介紹 我覺得 Ronnie大姐大夥都認識了 校長認識了 然後我們這位 這個張浦王大哥 還有Mike大哥 還有Eva Eva在這兒 還有我們的 哎呦 標哥的這個歌 哎呦我們的Cindy Dali 大家知道了 Kevin知道 那個Cincilla 李晨 哎呦天哪 那個誰 啊在這兒 天哪 天涯 咱就從那個誰 這個這個 Ronnie大姐第一次介紹過了 我們從哪兒開始 從那個 這個Cindy Cindy Cindy 我們一個一個 沒有Cindy最關的 我在 Cindy最關的 Cindy在這兒 Cindy在現場 Cindy在現場 天哪 校長我之前不是答應你了嗎 那個 你張宝老師嫌沒有學生來 我說我住的很近 我就來 所以其實這兩堂課 我一直在現場 對 太好了 太好了 這個咱18號啊 18號 Cindy也要來啊 我們到夜宇吃飯去 好吧 讓我們驚豔的相遇一次啊 這兒就要來啊 其實那個 來到這兒能感覺到那個 湘鳳老師真的是非常的專注 他的這個領域 看到他的這個公司 然後集團下面 各種各樣不同的業務 然後聯繫在一起 其實我覺得 呃非常的那個震撼 然後 呃 我我每次來給他帶杯咖啡 就討好一下老師 哈哈 聊聊天 對 我們赤裸裸的說 我們要跟富人站在一起 哈哈哈哈 是我赤裸裸的說 哈哈 這這這這這應該是這樣 一定要 太煽情了吧你們 對 太煽情了 太煽情了 那來 這個什麼 我們Cindy是在大學裡啊 人家在大學裡做高級的財務主管 做的特別棒實際上 啊 特別特別特別 特別棒 對那個 來周恩你想說兩句是吧 我們男同胞好像 哎呀 對啊 今天沒有一個男的說話 你要全部都是 那個美女們啊 這個年輕的美女和資深美女們 我們饒你大姐是資深美女 哈哈 那周恩你說兩句 好我說兩句哈 因為是美女太多 我們都不 都不敢來了 看到都兩紅 而且這 Marian 這個校長啊 熱情洋溢 這個激情刺激 呃 呃 真是是讓人非常感動 還 而且這一段時間啊 跟詹姆老師 我是不是好學生 斷斷續續 有時候經常缺課 但是就是那個 呃 凱文啊 發的那些 那個視頻 我都要布置一遍的要聽 只要有時間就聽 呃 學到很多 收益很大 好 哈哈哈哈 酒必須喝到樹 我已經發現了 雖然我一口酒不喝 但是我是煽情 讓大家喝酒的 酒最壞的那個 哈哈哈哈 哈哈 來我們那個 咱就男同胞 麥克 一臉嚴肅的男同胞 來 大家好 張鳳老師好 校長好 第一次參加這種課程 哈就是超出想像 好的超出想像 呃 謝謝謝謝 張鳳老師課呢 呃 我覺得年齡這麼小 這麼年輕 然後做到如此的成績 特別難得 並且 這次課我感覺 我我我可以覺得 我可以用 普實的四個字形容 就是說 呃 專業實在 呃 呃 普實物化 特別的專業 並且呢 實在實在 是什麼意思呢 幾乎毫無保留的 把一些真東西 講出來 我覺得這個特別特別難得 這個不是說 用多少多少 這個學費 能夠買得來的 講實話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校長 謝謝維德里亞 教育集團 太棒了 謝謝啊麥克 麥克說明了 我們的張鵬老師 課講的好 不是靠顏值 因為剛才都是你同胞說他講的好 那我們男同胞都說講的好 證明是真的講的好 您說呢張鵬老師 對吧 那是靠實力 對吧 當然顏值也很重要 在這個看顏值的年代 其實我們是有些自負的 是有些自負的 好的 就包括我們這種騙人臉 其實很 我特別喜歡聽大家說你們很年輕 所以我真的真的 我會永遠年輕的 謝謝大家的福 謝謝謝謝 好的 那我們往下走啊 我們伊娃 伊娃 伊娃那個伊娃大姐 伊娃大姐 伊娃小姐 我覺得上 梅瑞老師的課就是特別開心 因為她她的這個這種風格 這種感覺 首先呢我是非常感謝 馬瑞爾校長 因為從最開始的時候 這個留意這個 維多利亞的課程的時候呢 說實話真的是經常是 什麼電工啊 然後銀行啊 就是都是去讓你去像 穷爸爸富爸爸裡面的 就是都是去教你找工作的 所以的話其實那些的話呢 對於很多投資的人真的 我覺得很多人很需要 但是對於投資的人是沒有興趣 但這一次的話 我覺得你整個的這個這個 思路拓寬 而且完全把領域拓寬了 就是有很多投資方面的 所以這個非常有意思 而且尤其是華人的話 對於土地呀 對於房屋的這種土地情節 所以這個地產方面的課非常多 也由此呢 把我們這個非常專業的 年輕有為的我們的張鵬老師啊 可以有幸我們可以做一個 這個鏈接 所以其實在這裡的話 應該是說 不是說年齡小 張鵬老師說自己是 嗯 應該是80後吧 對對吧 就是說 4歲左右 其實 對 其實現在的財富的掌握 應該是在這個 80後 這個 對沒錯 因為我承認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說 我們年紀有為年紀有為 後來我想說 我們還叫有為啊 你看跟我們差不多年紀的 你比如說是那個 那個那個抖音那個 那個 那個張一鵬 跟我跟我跟我 跟 比我還小一歲吧 比我小一兩歲 那人家都已經登到財富榜了 我們還在這兒 就是還還在跟大家 還在在一起在拼搏中 然後 但是問題也不怕啊 我還跟大家拼搏了 還有馬雷亞也在拼搏中呢 所以我覺得 哎 反正有錢人的 不怕 錢人帶著我們的是吧 這個話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思維觀念 也就是人的認知的維度 思維觀念 是最主要的 是最重要的 應該說我們 因為我是70後啊 應該說很多的 70後和60後 是非常之落後的 然後才會很安穩的 去尋找一個工作 去尋找一個這個 拿一個牌 就是這牌那牌 去做這種 所以我對於江鵬老師 對之前的非常的專業 而且很開放的 就是大家問什麼問題 你都願意講 願意解答 而且是毫無保留的解答 我們是非常的感謝 另外的話 我對你對這個區塊鏈 對於這個加密資產 和房地產的結合 所以說這一塊的話 我覺得你的思維 是會超過很多人的 而且我沒有想到 在加拿大 說實話 能夠這麼快的 就是加密資產 和這個區塊鏈 就可以去 我們也算在普及吧 所以是非常之好 那就是星期四的話 因為星期五的話呢 我是去迪拜 要正好是十九號到二十七號 但是星期四 十八號之前 我一定會趕到 我一定會去現場 來感謝老闆 好的好的 這個這個 好 謝謝 現場加餐 講一講房地產 和這個區塊鏈的關係 對吧 張浦老師 所以不來的小夥伴們 損失的不止一個億 區塊鏈是很大一塊 我覺得就是說 區塊鏈在我理解 就是區塊鏈不會代替任何一個產業 它不會因為區塊鏈出現 它會把其他產業給抹殺掉 但是區塊鏈會 就比如這樣講 區塊鏈會以單獨的一個角色出來 而且它這個角色會在這個 咱整個的生活中 占很大很大一部分 所以就是大家不要把區塊鏈當成都是騙人的 就是剛出來的東西肯定會有騙人 但問題是區塊鏈就可能會像 比如這樣就跟支付方式一樣 原來有威萨馬斯卡 突然多了一個MX 不管你認可不認可MX 它的存在是必然的 所以區塊鏈是 我覺得就是說 在對於我們華人來講吧 尤其在彎道超車裡面 我覺得是真的是有機會的 哇 剛才局裡面有一個夥伴那個問題 可能張范老師沒有解答 我的理解是 其實它所有的東西都是寫在智能合約上面的 也就是說 它一旦出來以後的話呢 它完全是靠它的智能合約裡面的條款去約束的 也就是它並不是項目方去能夠做什麼 它是DAO 也就是說它由區中心化的社區 也就是你投資了 那麼你就會在其中有投票的權利 是根據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投資 而去投票來決定這個項目的發展 對 它有它自己的存在的價值 而且這個價值來講就是 我覺得就是說 就這樣講吧 就有點像草根逆襲了 就是原來大佬們說了算 但有一天草根逆襲的時候 大佬也能 也能根據草根去 去對待這個事情 對 就是每一個人 你有投資你就有參與權 你就有投票權 你沒有這個權利 所以這個非常公平 對 太棒了太棒了 哇這種高手過招 你看我們的學生都很厲害 我們這位老大哥叫Kason 這個一直這個 身輕款款的看著我們張鵬老師 來 聽我們老大哥來 這個 校長點到我的名字我就說幾聲 其實我 對張鵬老師也很崇拜 其實我就去過他 前幾天去過他公司 我說幾天前 我已經是關注 那經典集團 也關注張鵬的那個成績的了 所以今天有機會能夠學 跟張鵬老師學東西 我這次也是很榮幸 一個是馬利亞校長 這位熱情洋裔 而且這個維多利亞教育集團 給我們一個機會 另外就是張鵬老師 的確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而且作為老師來說他 毫不保留的教我們 我們在這裡非常感謝 新式的聚會我一定要參加 當面一個 再謝謝校長 也謝謝張鵬老師 再有解釋一下同學 太好了 張鵬老師 Rony大姐你看啊 周四估計能組織 咱這八點的 家中的學生 我估計能來的都能來了 咱就定好周四十八號五點整 好吧 在宴遇啊 就學校旁邊 這個咱就宴遇 因為我把他那個兩個大包間 打通打一塊 然後校長這邊 要備好這個美酒啊 這個 那你的備夠啊 你別到最後 大家都來了 你酒不夠 這個我覺得有點這個 我聽到了啊 張鵬老師現在可別聽你說了 你看每一個兩個都來 都是露露秀子來了 那我覺得你這一個兩個 那個都視頻 都開車 開車的話是不能喝酒的吧 我是肯定 我可以帶走嗎 你們這不實在幹嘛 喝不了帶回家嗎 你的校長都這麼實在了 你就別客氣了吧 哎呦 對吧 你看張鵬老師啊 好的 我們倆互 校長給你們謀福利 我也給你們謀福利 大家都是幫你們謀福利的吧 對吧 互相謀福利太好了 太好了 謝謝謝謝 你看我一眼就看出來了 這大哥身輕款款的 這個果然是崇拜者粉絲啊 來這個我們陳同學 陳大哥來陳同學 那個這我溫哥華的老大哥啊 來溫哥華老大哥快 給我們講兩句 哎呀這個這個這個 非常非常的高興啊 就這個Marian校長這個 我看你是眼光非常厲害 你選的老師都是非常厲害的 首先這個非常非常感激啊 這個就是說一選中的這個老師 他們的真的都不一樣 另外呢我很肺腑之言就是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張鵬老師 真是我們華人的驕傲 他就是說這個年輕有顏值 這個不是說這留給美女說的 但是他在這個領域 在這個房地產方面的這個這個領域呢 做的這麼的專業 這麼的有這個成就 那個真是而且能分享 給我們分享出來 所以對於我們這個 在這個領域的這個有心去發展的話 真是收穫非常的大 所以這個我們在溫哥華在熱鐵的等待 再恭候張鵬老師的光臨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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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在在當面的請教 跟你好好的這個這個這個溝通 非常的感謝 謝謝謝謝 那麼可惜Maria老師這校長啊 沒這次沒來啊 你隨時過來啊 對也在渴望著啊 盼望著你過來啊 好謝謝謝謝 謝謝 二月份校長這個必然出現 好吧這個溫哥華真的是很想念啊 學員熱情而且呢 大家都這個特別好學 真的是很棒 太好了太好了 謝謝謝謝 那我們還有兩位同學我看啊 一個是我們的美女 西西里亞陳 是吧 我們的美女啊 這個一直還沒有講話 還有天涯 我們這個小豬挺好的 也還沒講話啊 這個我們那個陳美女在嗎 陳美女給大家這個聊幾句 對啊 剛才一開始我看露了一下臉啊 後來又不好意思了 哈哈哈哈 來我們這個勇敢的大家見面啊 你好你好小長 你好你好 對對 那個謝謝小長謝謝老師 然後就希望大家一起學習 一起投資一起走下去 一起賺錢 那個太好了 一起賺錢 這話說的太實在了啊 是的 一起賺錢 共同致富你知道吧 我真發現了 我們這些課呀 真是共同致富的好課 對其實這個 我們的課 我有包了幾個課 但是我就發現是 詹瓶老師這個課 我最喜歡 其他課有時候上 有時候不上好課的 精品之夜呢 其實就原先是好幾個課 都有跟我推薦過 我的好多課了 其實都知道這個 只是我自己不認識 他們問我 會不會認識 經理之夜的老闆呢 會不會認識這個 這個經理之夜 說好像聽說過 但是不曾接觸過 所以呢 很快很快找一個機會 跟曾陪老師會會面 嗯 這時候看一下有沒有什麼 沒有關係 有機會有機會 我們公司好茶多 來來的公司喝茶 C系列是多倫多還是溫哥華的 我在多倫多 對 我也是地產經紀來的 其實我是 是培業十幾年了 但是前幾年是回國 回中國投資 所以呢 剛回來 兩年多吧 疫情之前回來 對 所以我們 我不知道詹瓶老師 可能是 我是福建的 可能好幾波客人 應該是福建的客人吧 所以他們我們當時 福建老鄉當中 有幾個客人提到過 經理之夜 一直跟我提過 他行吧 反正因為福建人就 福建的群群體 就比較集中一點 所以大家就 呃 有時候可能就 就就 就 對 好的 謝謝謝謝 是年輕有為 對 所以希望曾陪老師到時候帶著我們 帶著我們 一起一起前進吧 很多東西 呃 客氣客氣客氣 我有機會有機會有機會 找一找一些項目 大家可以有機會一起一起做 謝謝 謝謝 謝謝校長 謝謝凱文 謝謝大家 全美女周四也要來吃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哇 張鵬老師這沒辦法 啊 您看看帶個保鏢吧 幫您喝酒的人 好吧 那每個人都付到勁啊 好吧 張鵬老師 那你的背 你背夠久不用管我 好好好 你擔心你的酒夠不夠 你萬一每個人都很好爽 你背不夠怎麼辦 老師 大家都很有興趣的過去 最後結果 你讓大家很掃興的走 你看這個 這個不對對不對 好好好 咱現在別嘴硬啊 張鵬老師啊 太有意思了 太好了 那我們最後一位 就是咱這個小豬啊 這個叫天涯 小豬在嗎 這個天涯在 在的在的 校長好 這個張鵬老師的課 是我參加咱們學習的第一門課 然後確實是很超乎想像 沒想到就是一個是張鵬老師 那麼年輕有為 然後呢 取得了那麼大的成績 而在分享的時候真的是毫無保留 然後分享的這些點真的是隨意一個點拿出來 如果在自己在經歷的過程當中 能夠自己意識到 注意到 真的就是 嗯 少走了很多的彎路 少踩了很多的坑 然後當然也就是節省了更多的金錢 非常感謝張鵬老師 非常感謝馬力學校給大家提供這麼好的機會 謝謝 然後希望有機會能夠去多倫多拜訪您 因為我現在在哈利法斯 離你們有點遠 非常感謝 哇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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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我是在那個什麼那邊跟那個張鵬老師說了一下 因為我有一點啊問題呢 希望能夠打電話跟您請教一下 因為我這邊想做一個公益性的一個投資 所以希望您能給一個半小時的機會可以嗎 行沒事你當時那個那個你發Email已經那個那個 那個我我因為我們有一個小出手在你們群裡面 所以就是說你知道有啥事你跟他說他他會他會 天天追著我給你給你回复 因為我一般來講就是這會看個信息 然後一會兒接個電話我都忘了 腦子不好用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說那個 但是他沒有回复 所以我才說 想想想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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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好非常感謝 對外地學生啊 這個一定要多加 你看我們那個天涯 這個也捞不著吃家中的飯 也捞不著吃家西的飯 這個 所以我們就給這個額外半小時啊 跟那個張鵬老師請教好嗎 天涯你可以加我 大家都可以加我一下 這是我 我有很多頭像啊 但這個是我的 這個對老九門改驗譽了 對因為我想驗譽有兩個大單截啊 把他們打通啊 萬一人多的話啊 咱就改驗譽啊 Maria 孫威西6 大家可以加我 因為天涯我們要在HeadFacts 建一個分校 所以也希望到時候 如果您有時間精力 可以幫我們啊 可以幫我們看看 我們也要在當地正好找工作人員 看看有沒有可能參與一下 好吧 HeadFacts呢 好 這些都是怎麼說 那什麼時候應該算是 基功德的事情 基功德 是是是 對 我們更多的課程啊 對 再好再好 您加我一下 加我一下 然後我的手機號 我也告訴您 你有時間也可以給我打電話 然後這樣呢 我們在HeadFacts呢 所以我正好在找那邊的工作人員啊 咱就可以互動起來 然後如果HeadFacts 咱有分校呢 張浩老師就得到那兒去吃飯 對吧 咱這不就簡單了嗎 張浩老師你看 這飯要常吃啊 每個地兒都要吃啊 好的 那個開門看一下 我們還有哪位同學 是不是都已經跟張浩老師 表達了這個 就是中場啊 都已經倾訴了啊 這個情感 對吧 中場 中場已經走 那我們那個什麼 我們就感謝張浩老師啊 這個再一次感謝 咱就這個定好了 這個再次相見的日子 11月18號 在多倫多 然後呢 驗譽啊 這個咱就在驗譽相見 下午5點鐘 Ronnie大姐會在群裡 把大家收信息發出去啊 那行吧就驗譽了 那剛剛Ronnie大姐還在問我 是不是敢驗譽 我說還不是啊 驗譽好好好 驗譽 我想一下驗譽應該還可以喝酒啊 什麼的 這個另外呢 那邊就是26號對吧 11月26號 是吧 對對對 26號中午 對 看來我們要超編了 我們是不來12個 我剛看是不是又多來兩位 我們是14人 我看一看 看看能不能包廂坐下 如果不行 我們再改地方一些 OK 一會兒在哪 在Richmond還在哪 對對 就是新開現在比較網紅 網紅餐廳吧 他比較獨特一點 哇 就是他的裝飾 但是菜品的話就是 是各種各樣的吧 那挺好的 26號我讓那個誰我看一下 看一下溫哥華那邊 這個人類校長 要么就單獨張浦老師 我張浦老師排不開 讓他一起參與一下 到時候我讓他跟您聯繫啊 達利亞 到那個 好的 人類校長找您 讓他跟您對接 太好了 太好了 太棒了 太棒了 這個 所以咱叫什麼 叫算 叫做這個課程啊 叫畢業不散場 情不散 情不斷 看到了沒有 Never say goodbye 你看張浦老師啊 攔著套路 對吧 最後把您套進來 明年春暖 該開始給我們上課 好吧 沒有這個就是用中國很傳統的一句話就說 那就要看你表現了 看你的意思夠不夠意思了 所以馬瑞亞你想好啊 想好想好 你給自己挖坑可不是一個好事 那個帶點糖水去 這就是紅酒 是吧 對吧 還帶點這個什麼 這就是白酒 帶點汽水啊 也這樣這個 哎呀有我們馬瑞亞校長的地方就有個笑聲 特別開心 開心 對吧 有張鵬老師話說 馬瑞亞校長又要進來蹦打了 哈哈哈 形象確切的表現 我昨天在教育我這幾個年輕員工 我早上起來不起來不鍛鍊嗎 說不鍛鍊 我說那怎麼能不鍛鍊呢 我說起來跳個舞啊 然後做個操啊啥的 我說那簡直這生命 生命不止 運動不止啊 我說對吧 你這次咱才能夠不斷往前走 你看我們繞你大街 你都把人家壓榨成那樣子了 你還讓人蹦打 逼著人家 哎呦 人家一看到這個點還不能下班 你晚上幾點還在吃個飯睡個覺 你早上一打倒 吃蘿蘿資本家 7點還在起床蹦打 這是我對他們的要求啊 這個真的是這樣 你可以發現人是活在精神當中的 實際上 很重要很重要 好吧 好的 那我們那個凱文大班主任 等待了很久很久 這個我知道凱文想給他 想講他自己後續的那些好客 這個這樣 我們張鋒老師有事呢 如果我們就可以跟張鋒老師道一聲 晚安啊 這個然後張鋒老師就可以先下線 然後其他小伙伴們要給凱文面子呢 就留在線上 然後繼續凱文在嗎凱文 凱文 凱文呢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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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感謝了 好的 好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大班主任 凱文 謝謝 給凱文個面子 謝謝凱文